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醫師養成不容易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他們在醫院常遇到哪些狀況 隨時考驗他們的臨場反應 好辣軍團們 有哪些特別的經驗要來分享呢 值班小副理師李懿 哈囉 大家好 要培養一個人才 尤其是醫師非常不容易 從教科書身上血道之外 而且要從病人身上 很多特殊的疾病 或者沒有看過的疾病 一直增加他的經驗 熟能生巧 病人是他們學習的對象 對 所以我們今天談論 病人是行走的教科書 不是醫師從教科書可以學到 其他東西也是要靠他經驗 狀況百出 各種情形 讓醫師學會臨危不亂 病人是醫師最大的 最好的老師 不只是因為說很多東西 可以印證教科書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很多狀況是教科書 是我們臨床上不常見的 你會再發現說 原來也會這樣子 那你看越多 就會不覺得奇怪了 那我現在在分享的是 比較簡單一點的 大家都知道說 年輕的醫生剛進一個醫院 一個科裡面 資深的護理師 比方說立華 或者林挺甚至也是 就是說可能就是 可以教導這些年輕的醫師的 可是我們有時候 資深的醫師也很仰賴這些護理師 我幾個例子來講 我個人對於名字是比較會認 但人的連不是認得非常好 就我們最怕就是那個月初 每個月的月初的時候 大換足 那年輕的醫師也換足 專家的護理師 他也換足 那如果一大早去查訪 如果他們 他們都比我們更早去籌備好 但我有時候會忙中有錯 有一次他帶我去說 這個什麼什麼病例 昨天開什麼刀 我說來 三個我看一下 很好 不錯 三個會很好 要早點起來 走路 早點活動 如果有止痛的話 按一下再起來走 可能要衛教一番 然後他說好 醫生謝謝 然後跟護理師說 可是我好像不是他開的刀 就 護理師就心裡想 對 是隔壁間 隔壁間 是隔壁間同一個位置 帶錯間了你知道嗎 那因為我對人 也不是那麼會認 而且現在個資保護 牆壁上也沒有名字 也沒有醫生名字 也沒有病 通通都沒有你知道嗎 只有床頭有一個刷洗 那個消毒的酒精是特別多 每一床都一個 切就趕快按一下 然後跟他聊聊天這樣 那結果 結果護理師厲害 這就是老經驗 他說 對 我知道 今天是 全部都看 這是這樣的 我們確實有這種叫 隔壁床也不是我的 我還是得看 為什麼 他已經說 我的不看 所以這就是臨場反應 我說對 那我趕快知道 跟健行醫師說 這個配置是怎樣 只好教學一下 不然查房沒有教學 大查房就是要教學 都花了我好多分鐘 但是想想看 就是這種臨危不亂 是很重要的 不然大家彼此感覺就變不好 對不對 旁邊有一個這樣的秘書最好的 就像惡魔的Prada Prada 他去參加晚宴 他那個是什麼 德國大使 鄭醫生 他就你好 你好 鄭醫師你好 副產科 我們常常走到路上看到 只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是 你好 你好 很久不見 只知道這個人 但你說要叫全民 實在是有點難 鄭醫師常常應該會這種問題 有時候會這樣子 對 那只好一直跟他哈拉哈拉 反正就一直想說 這到底是誰這樣 對 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們在病人身上學到的東西 其實剛剛鄭教授一開始講 其實我們光看教科書 拿著教科書的知識來看病人的時候 其實常會搞不清楚那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照本宣科 我們是教科書裡面得到一些知識 但是常要到病人身上去練習 剛開始在學超音波的時候 其實每一行課都很認真做筆記 可是回去看課本 總是覺得好像課本講的 跟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可能會不太一樣 結果有一天 我那個主治醫師正在操作的時候 突然接通電話 看起來要講很久 他就把那個探頭拿給我 來 你來做 我就嚇一跳 還沒操作過 就要在病人身上招呼 那病人剛好躺下來了 我就至好就開始做 就看一下就跟他講說 現在這邊是你的左邊的肝臟 然後我現在開始看你的右邊的肝臟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直直的黑黑的 我猜想那支血管 我說這邊是你的主動脈 我就非常故作鎮定的 整個腹腔都還快掃完了 我心裡在想說 快點講完 他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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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就走出去了 你知道我們的股臟心 就走出幾下 我說這要死了 我要講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說 你的膽囊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病人就說 還不錯是什麼意思 這次還不錯嗎 然後就一路 我其實真的平常講 當時真的不知道自己看到什麼 滑了滑了滑了之後 等到主治醫師回來的時候 他看到我的那個探頭 他就把我的手抓這樣 他說在這裡 不是他 然後就接電話卷然後繼續講 那時候才知道真正說 你平常看著老師在做 一旦自己拿著刀子 拿著東西下去 放著位置 看到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那超音波其實沒學過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可是久了之後慢慢 你就會發現說 今天你要看膽囊 經驗多得醫生 大家就知道說 放在哪個位置 就看到哪個東西 要看腎臟 一放腎臟大概就在那裡 所以這個是經驗 但是那個立體位置 除非你經常練習 不然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是在病人身上 去學到這些東西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也是在病人身上 給我一個很深的教訓 我那時候還在當委員 那帶我的是一個 住院醫師開的刀 是一個非常小的刀 叫雞眼 只是開雞眼而已 他走之前他說 我那邊還有另外一台刀 他就說這台交給你 因為太簡單了對不對 他說 我剛好聽到了 我剛好聽到了 我就往旁邊 在旁邊 半截肢 對 對 待會的時候他一看 他說 他先是拍一下頭 What did you do 他這樣英文 我說 Nothing 然後他就說 It's alright 我說Very good 然後病人就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說 病人聽得懂英文 我說沒事 我只是把你的雞眼開好了 我的主治醫師問我說 開到哪裡 我說完成了 然後結果我們再花了 大概30分鐘 再想辦法把那個皮給補起來 所以在病人身上 我們其實是在 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的初心當然是好的 但是也對不起很多的病人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當我們這些住院醫師的 或者主治醫師的 練習品 所以為什麼需要教學醫院 為什麼需要好的訓練系統 這其他有知 通常在教學醫院 你的第一次或前幾次 會有一個更自身的人帶著你 主治醫師帶著你 這樣是比較保險的 是 一般侵入性的一定會有 主治醫師帶著 就是自身的老手帶著 我剛剛講的那兩個案子 剛好都是第一個 超音波是非侵入性 所以主治醫師會說 你就先練習 大概沒有時間 這個送醫師幫你看得這麼仔細 看這麼久 我再稍微簡單看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說他看那麼久 其實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是 還要演一下對不對 可是大家如果不給新醫師機會 我們就會斷層 對啊 就沒有機會了 其實尤其外科系 他一旦發生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會變得複雜很多 我自己舉有自己的例子 那個是一個70歲的一個女性 那時候我是在當那個住院醫師 快生腫醫師 那時候就會有兩個診間在醫學中心 那老師的病人就會有的就會說 你去看一下傷口 隔壁處理一下 病人來就先處理傷口 弄好來叫他這樣 這一個病人是一個70歲的一個 胃癌的一個剖腹的一個女性 他是用剖腹開刀 那想說一般教科書上寫說 拆線就一個禮拜以後就可以拆線 大家也很常聽到這樣 那時候也覺得說 病人恢復的狀況也還好 然後就想說老師叫我看傷口 那我就準備看應該可以拆了 我就拆了兩針 結果拆了兩針之後 然後一個小小的腸子漏在那邊 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 我就先拿一個濕的紗布 真的這個要考臨場反應 結果拿濕的紗布先問說 那個婆婆你最近 會不會吃得比較不好 吃得比較不順 其實問了也知道是廢話 胃癌開完誰會吃得順 那當然就是先彈圈 你吃東西會不會吃不順 對啊 胃口真的比較不好 然後再探出去 跟那個家屬講說 他是不是回去呢 就先故意講說 他吃的東西 是不是一天吃的量大概是哪些 然後就跟他講 這樣營養不夠 難怪就是會不會 就是說腸子是不是 肚子有被壓破的感覺這樣子 就說有 然後我就說 對啦 剛剛其實 我在檢查他傷口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線 好像有點壓到他的肚子的狀況 所以我拆了兩針 去釋放他的這個壓力 他應該會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可是沒想到他長得沒有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樣子阿婆的營養不夠 一定要入院觀察會比較好一些 然後再蓋完之後 再去跟老師報告說 老師我拆了線 可是腸子跑出來 他說 我是叫你看傷口 我沒叫你拆線 年紀那麼大 一個禮拜就給我拆線 年紀大本來就要晚一點拆線 那時候後來就直接就跟病人這樣子 跟他趕快用話跟他講一講之後 然後收住院 然後收住院之後 也就每天就很仔細的去看他 然後幫他那個打營養針 然後後來打了營養針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還是進去把那個傷口重新做縫合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學會了 以後知道身體比較弱的重大手術的 千萬不要教科書這樣 你幾天拆線你就拆線 不然會後面會很難收拾這樣 對 還要即時反應 對啊 可是為什麼不能就說實話呢 就實話只說這樣 可是家屬會覺得你很兩光 可是那個病患如果現在看到陳醫師這樣講 他還是覺得陳醫師很兩光 那我可以接受當年的我算嗎 他是講他年輕的時候 對啊 他可以 沒有 我就是為了關心你 我先拆開來看看 對 我覺得還是要縫回去 這樣比較好嗎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如果大家看更多的影片 可以按下鈴鐺 不要按下鈴鐺